7月30日 画家陈岳写自己的画作在洛杉矶开启了《环球巡回画展》的第一次画展 何陶市市长吴立伦 希可文纳市市长吴同怀 中国著名书法家于明泉 比福利山庄中国市场开发经理刘卓等各界人士出席了画展开幕式 1993年出生于湖北的陈岳是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 国家三级美术师 湖北水墨画院会员 武汉市美术协会会员 陈岳的艺术生涯始于偶然的机遇 他幼时酷爱书画及手工艺 临摹过徐悲鸿 何湘宁等大师的绘画 但由于家境贫穷 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艺术教育 2010年 在学习绘画几个月后 陈岳开始探索他独特的绘画风格 经过反复试验和摸索 他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彩色国画新风格 创作了他的第一批重要的系列绘画作品 2017年4月10日 作品《渔趣图》荣获湖北水墨画院成立十周年作品 邀请展一等奖 以后他的作品《官员荣获劳山魂》 《中国水墨画院》《劳山写生展》一等奖 作品《圣死春光》荣获印象中原中国水墨画院 青年画院新水墨作品展最佳创意奖 陈岳上大学期间 不断在绘画中探索 从单色到彩色 从风景到动物 以女性的视角细腻的笔触 描绘出他眼中的世界 不追求成为行业大家 只求顾好自己的小家 那我的巡回画展呢 洛杉矶是首站 我的作品从中国带过来二十多幅 然后我们今天展览在这里的一些作品都是我非常喜欢 并且希望给大家呈现环保意识 以及一些非常有独特利益的一些画作 那也希望大家今天在画展上能收获一些 有意思的 感兴趣的一些点 除了洛杉矶作为首站以外呢 我还会去美国的纽约以及华盛顿 然后包括后期还会有巴黎和伦敦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2022年的一个tour 通过这次和颜 月色 环球巡回画展 陈岳向公众传递气候危机和生态文明理念 用艺术呵护自然 用行动改善生态 增加大家对气候变化和气候安全的认知 华夏电台记者艾尔蒙提示采访报道